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手上路节目 不好意思这个标题没打好 我改一改 这一期节目呢 是由我和林雨士给大家一起带来的 那为什么我觉得我跟林雨士 很适合给大家带来这期节目呢 是因为我们都经历过一个 从路德社的普通观众再到嘉宾的 我们都有过这样一个过程 我相信啊很多时候啊 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啊 我们这个做这个嘉宾啊 做得非常不好 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啊 动得那么那么愣对吧 一会儿搁搭一下 一会儿一会儿或者停顿一下 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啊 主要是因为为什么呢 第一个呢 主要是很多这个这个节目啊 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内容 所以说呢一上来说 万一比如说那个话题我不熟悉对吧 或者比如说你像这个委内日拉局势 我比如说我不熟悉 或者比如说是某一个像缅甸越南 这个地方的地方局势 我可能不熟悉 所以说呢 我可能说不出来 还有一种情况呢 毕竟啊我们是大家互相啊 我们其实我们之间是看不到的 对吧 其实我们自己在做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并不完全看到对方 也不知道人家在哪里 人家的时区是哪里 其实这样子啊 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心理压力的 那比如说就像那个我们对 假设啊 我给你一个测试 你就对着一个墙 你去发表你的一个思想 你也觉得这事情有点紧张的 怪怪的对吧 这种感觉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并不像大家说的那么简单 同时呢 我们个人 我个人觉得啊 像理解和阅读这个路德社 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主要原因在于什么呢 很多人啊 就会出现两个比较极端的情况 要么呢 把这个路德当个神汉 说什么呢 就是对的啊 里面的每一字每句都去分析 哎呀 是不是这句话 是不是路德生气了啊 路德 或者说这个是不是路德虎谁的 其实呢 这个东西呢 可能呢 大家有的时候呢 会可能解读过度 其实呢仅仅有可能是轻描淡远 就是像我们正常人说的一句话 有的时候呢 有可能暗藏着玄机 这个事情呢 要要怎么看呢 首先我个人觉得啊 就说这个解读路德社啊 我还专门做了个小文件啊 就说到底这个路德101 就是我们给这个新手上了一份 路德101这个课对吧 在一般呢 在美国教学里面啊 都会有一个什么 比如说社会101啊 或者数学101 就给你做一个向导课 那我们应该去如何 这个理解路德社呢 首先我个人觉得啊 路德社呢 他这里面分这个两块 去做这个节目 就是说两块 我来给大家解释这个问题 第一个呢 首先呢 是这个路德社啊 要给哪些人看 对吧 那首先呢 这个路德社啊 他肯定是最重点的是 给一些中共的高级人员看 那他想哪些效果呢 第一个效果是说 要让有些中共的高官 他可能他自己也不了解 这个肾上的意思 对吧 那他可能还要通过 这个路德社去了解 然后呢 他自己也要保小命 对吧 那所以说呢 那但是有人问了 我们为什么要给这些人看呢 因为你也不知道 哪一个人到底会 第四天成为这个无脸人 对吧 那我们可能 比如说我们只是说 看这些节目 能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些信息 一些启发 或者给他们 这个洗心革面的机会 对吧 那如果说啊 有些人看这路德社 真的就悔过了 而就发现习是这么邪恶 那他比如说 他带着这个资料就跑路了 对吧 跑到美国去 那就算给 也算是这个 放下屠刀 利益成佛 对吧 还有一些 一些呢 是给谁看的 那是要给这些 比如说一些 中共 比如说给中共官员看了以后呢 让他们自己去内斗去 对吧 比如说发现这个东西 发现习太可恶了 对吧 哎 或者他有些人 人与人之间 他不知道他有这个矛盾 对吧 不知道习那些小心思 一发现 哇 原来习是针对我的 原来我不得习的闯 那不行 那我们要想想出路了 对吧 这就是给一些中共官员看的 第二个呢 当然第二个 是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一个一类人了 那就是各国这个情报人员 我们都知道 这个过去啊 很多的这个节目啊 实际上这个西方这个情况下 要了解这个中共国啊 他都是通 很多都是通过这各国的这个啊 就是我们中共国的一些大逼 对吧 你像这个姚晨啊 还有包括 还有包括那个 呃 曾珍啊 曾珍女士啊 还有包括一些像什么文章什么的 这些节目 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有些节目 当然我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行啊 有些人的节目 他明明就是骗 但是为什么美国他也得看呢 因为呢 这个美国这个情报人员 他想打 他想打到中共国 实在太难了 你毕竟个老外 你别说是个老外了 哪怕是我们说 把林女士对吧 包装一番 然后呢 再泡到中国 这口音就不像了 这口音你说 怎么让林女士能说出上海人枪对吗 那比如说 那你说一个女生要从 A4不4 还要说 啊 A4啊 就是这样子 那你说不出来的吗 这种口音 那说 所以说 这个各国情报人员 他打进去是非常非常困难 那他需要靠什么呢 那他只能靠 哎 他通过各个节目里面去揣测 看哪些 到底是中共国递出来的消息 我们通过这个路 设计这个节目啊 已经明确的可以知道了 法轮功 不管是法轮功系 还是其他的一些 所谓的大V 他们基本上 他们的一些人 他们是不可能把正确的 那个信息传出出来 为什么 一方面 中国要利用他们 另外一方面呢 包括这些雷们呢 还包括这些 愿意给这个海外地资 那些勇士们 他们肯定也发现了 我递给法轮功 一定是有去无回 不仅法轮功报不出去 而且他还要加以篡改 而且呢 甚至呢 是会这个出卖 这个所有的这个墙内的 这个应用者 那所以说呢 那些人呢 就不低过选 那可能 我觉得雷们和这些国内 这些勇敢怎么发现 可能路德设计最后一条 能够出去的渠道了 所以说呢 这个 这我们的这个真实消息呢 是要给这个 要给所有的人 要给所有的情报人去看 当然了 这些情报 我们是 我们也是 其实是等到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所以说呢 也也没必要来 来比如说来问我们啊 说这个东西有什么 只有路德知道 当然也没必要问路德 如果说 需要知道的话 路德一定会 中国这个节目 来告诉大家的 所以说呢 也没必要 太着急 对吧 路德会在 只要这个东西重要 有价值 对于推翻有价值 那他一定会说出来的 第三种是哪种人呢 投资者 为什么说投资者很重要呢 因为呢 因为呢 我们只能说啊 虽然说我们可能 更关心的是 第四位普通路人 这是我比较关心 但是呢 从这个灭共的 这个角度来说 投资者 如果能让投资者 早日跑路 如果说能让 挡住很多的投资者 往中共国投资去输血 这个呢 可能对于我们 灭共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可能速度能够快一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 这个投资者 很多人 他也是无辜的 对吧 尤其是对于 外国的投资者来说 他们投资的数量巨大 而且呢 很容易被中共利用 所以说呢 如果说这个投资者 他看到我们的新闻 发现 这中共国 这个原来是很邪恶的 他刚刚是会给你一些好处 对吧 然后呢 把你钱骗进去 不好意思 你就回不来了 那如果让投资者看到 可以及时的把一些投资者 给及时的挡在门外 这样子呢 可以加速这个 中共国的这个经济的崩溃 以及加速的灭亡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 我们也相信 这个也是能给 这个外来投资者 一些良好的印象 比如说 如果我们假设 没有任何的渠道 能够告诉投资者 哎 投资者上当了 去了以后 对吧 好 那你觉得这头 就算中共有了 第四天呢 第四天以后呢 那他会不会 给这个中共国 继续输选呢 他不会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觉得 你们这国家人 太邪恶了 明明知道 中共国是那么 十恶不赦 中共是那么 十恶不赦 震荡 你还引诱我去 还搞这个张 张登街彩 还欢迎我们 对吧 那你让这个外国人 对我们来说 不会好的印象 所以说我们必须 要有一个渠道去发生 这也是为我们 第四天可以去做准备的 第四个呢 当然是我个人认为呢 是我所最关心的 一路人 是普通路人 因为呢 我跟这个路德的 这个观众的角度不一样 毕竟这路德干大事 对吧 我就只关心 屁民吃喝网乐 对吧 因为我自己也只关心 吃喝网乐 所以说呢 我相信呢 对于普通路人 这个心理呢 我是更加可以有同理心的 那在对于这一类人呢 我个人觉得啊 就是说 就是说呢 对于对于我们来说的 我们更加起到的 这个事情 事情来说呢 当然我相信路德 也会关心我们的这个安全 他肯定肯定 给我们路人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 他如何去保证 我们自己的安全 以及什么时候 要该做我们这个字 做我们应尽的这个能力 对吧 就比如说 如果你在哪一天发现了 哎 这个青岛港 有这个事情 对吧 哎 你可以拍了 或者说比如说 有些人可以像那个 像之前那个 不是那个风尘时候 不是有谁 发明那个四月之歌 还不是六月之歌吗 哎 你也可以去写一段 然后总之呢 就普通路人 可以看这个路德社节目啊 这个中共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一个是呢 可以维护好自己的安全 另外一方面呢 是可以是这个 然后呢 去击响应路德社 当然了 对于这个中共国的这个人 是这么回事 我想问一下 那您觉得 对于台湾的普通群众 您还有什么补充 您觉得这个 台湾这个 您作为这个 也是从这个新手到嘉宾 这个有这个共产 林女士 您觉得应该这个 对你们台湾普通的 还有哪些普通群众 是这个受益群体了 受益群体 我觉得 最重要 我拿一个例子 就是这两天 不是讲服药剥离的事情吗 那服药剥离这件事情 例如说 一般我们的民众 看到这个新闻 就会觉得 哇 原来中共 他用这个玻璃 然后这样子 去做全球的生意 但是他在美国 居然是要建立 第五纵队的这种概念 那一般的民众 也许只是看到说 这个服药剥离 它在当地的影响力 好像也是蛮大的 而且对于当地的这些居民 也是有所困扰 因为他的这些员工 然后同样住在附近的 这些房舍 那些房舍 可能有时一次 就出入四五十个人 那这个都会造成当地 宁静的这种社区的恐慌 那一般的民众 看到这样子的新闻 也会去考虑 自己所在的这个环境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 这种情况 就是比较异常的 那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 以一个这个公司的成立 那它是全球 第五大的这种玻璃公司 然后也是亚洲第一大的 这种汽车玻璃公司 但是它所做的 其实它也是天命于习共 那它自己虽然表面上是说 它没有所谓 接受那个中共的命令 但是实际上 是不是它也是一个训练场所 就是像我们还记得普里格金吗 就像普里格金 它所开的餐厅 或者是它所开的训练学校 这样子 就是用一个正常的职业 一个正常的公司 正常的表面上的 这些教学组织做幌子 但是实际上它所做的这个 比如说这些工厂的背后 它的里面 它实际上所招聘的这些人 是不是南部走线的 或者是隐蔽战线的 第五重队的这些人 然后去做一个额外的训练 这种训练是为了要 民转军的时候 或者是雇佣兵的兴致 去做在另外的培训 又或者是表面上是 玻璃汽车的这种生产工厂 但实际上它们背后 在这种化学原料的操作当中 是不是有另外产生 另外的这种产品 那这个部分也是 现在能够会有这种 放射性的联想 然后去思考一个 所谓中共的党政公司 在全球的附着 那这个附着就好像是一个 吸血一样 它就依附到当地 然后去吸附当地的资源 以后为自己所用 然后你看它在17年 服药公司 更早的时候 大概1213年 就已经在美国的 俄亥州 但是它直到了17年 它非常多的员工 3000多人 它也没有要加入美国的 汽车工会 因为它在底特律的旁边 但是它自己本身 就有那种 不去配合 这个美国的汽车工会的 这种意向 那这个就会让我觉得很奇怪 说你这一个 中共投资的公司 你不是要造福美国吗 你不是要带动美国的 各个产业吗 那你为什么不能去让美国 慢慢低迷的这个汽车产业 能够复活呢 这个就是你当初在这边 或者是当初人家州政府 希望你在这边发挥的力量 跟效用 不是吗 可是它就变成是另外一个 撤肘 就是这种撤肘就有点 类似像希特勒当初 他要夺取威马政权的手法一样 他就开始去赞助他可以有力去控制的 这个角色掌握一个产业的控制权 掌握一个比如说这个工会的控制权 加入或者是否定 都会让自己有一个能量 他这个能量就是他可以控制 或者是他可以影响社区 他可以影响这些社区的工会 然后慢慢扩大他对这个州的这些经济 或者是州的各个不同的工会 因为你一个公司 他这么体积庞大 他会带来他自己多少的 不是只有产业链而已 而是产业聚落 那他这个产业聚落就会影响到 其他的更扩张的 也更吸纳他的其他的第五众队的人员进驻 这个就是因为看了路德社或是长期听 路德在分析提供他的布局的思维的时候 我们就从一个点就可以去慢慢去扩充 了解到说原来其他的布局 其实真的是不止一压十时 真的是一压多时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在任期的过程当中的改变 那也会去透过路德社去更了解到 中共的宣传心理法律战 他都是怎么打的 然后也在这个当中去看得出来 一个资讯的真或假 他的效用是在哪里 萨特希先生谢谢 好 感谢林女士分享 然后呢我们就要回到后面两个问题了 就是说这个普通人啊 就是说尤其我们普通路人啊 应该怎么去解读这个路德社对吧 首先呢我们第一点啊 就是说我们永远是基于这个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概念啊 虽然说这个可能这个观众的这个水平啊 认知啊或是能做出贡献啊 肯定是大家会不一样的对吧 不可能说啊我做出 就我在这边随便就胡言乱一番 能跟雷做出的贡献是一样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每个人是平等的 只要你有这个机会 我们都可以听路德社 然后呢都可以去分享自己的这个观点对吧 就是然后比如说您有什么信息呢 也都是平大家可以平等的去这个 去递递送对吧 那这个呢大家是平等的 所以说呢不存在什么啊 你的就一定是对的 我的就一定是错的 然后呢在网上天天真个你自我活的 没必要 好第二个呢 当然实际上呢这个呢 按理来说呢应该是比这第一条更为重要 他呢就注意安全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做这路德社 并不是说啊 让大家无条件的啊 不计后果的来听 然后来去宣传对吧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说肯定是注意安全 就是说不能听路德社死了 对吧 那我们这个路德社这个意义就不存在了 本身呢我们这做路德社一个最关键一点 是什么 就是为了救大家 并不是为了送大家去死 好第三点呢 就是说 在注意这个安全的这个基础之上呢 我们得去考虑啊 就哪些这个哪些东西的这个认知啊 是我们要自己去思考哪些是正确认知 对吧 是因为这路德社每期节目里面都很长 都都比了内容很多 对吧 而且呢有些 而且这个路德啊 他有的时候在解说这个问题上 是针对不同的这不停的这个 不同的观众的 所以说我们得稍微动点脑子去看啊 这个是正确的一个认知 对吧 哎这个是我过去没有的认知 哎大家要去思考 到底哪些对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 然后第四个呢 就积极讨论帮忙宣传 并提高独立思考能力 为什么我提出一个叫积极讨论和帮忙宣传的 因为呢一个人的脑子呢 其实确实不好使 包括啊 我过去很多听那个路德那个之前那个节目 我有错误认知 哎心想路德啥这么说啊 或者是我后来还得去去求证 对吧 就比如我也要去找 这个有没有比如说人认识丫头的啊 或者比如说有没有人认识这个和路德说过相关这个事情的人啊 我也会去找嘛 因为当然在美国在这方面可能容易一点 因为美国认识大官的子女比较容易嘛 那我就去问他们啊 原来路德说是真的 那如果说没有一个人 没有大家不能组建成一个群组 比如说这个网上这个群组 大家首先保持安全啊 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去讨论的话 哎大家可能就觉得 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 而且呢还可以提到独立思考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去争论争辩 然后呢通过群众的力量 群众的眼光 血浪的眼光 然后最终在形成这种能力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还要注意啊 肯定会有中共一大帮搅浑水的 他要跑过去 对吧 然后说肯定又是在那污蔑抹黑路德 又说什么路德什么 这不对那不对 实际上就包括我们过去的一些嘉宾啊 也是被挑拨了 那个 那这里 这我也不说是谁了 你看他肯定也是说 估计他们也有点不相信 这路德说的是对的 那肯定心里一急 然后就说路德就全吹牛 对吧 怎么怎么样 那其实呢 实际上呢 这方面也没必要 因为呢 这个大家都是发表这个自然能力 大家可以去通过争论里面 争论过后 然后再去留下自己 自己保贵的思想 然后第五点呢 就是一定要改于摒弃 所有中共国留下思想 比如说什么 就比如说 我们说中共国留下这个封建是有毒的啊 中国这个 他的这个 给我们留下这56个民族 这个概念是傻逼对吧 那肯定会有人说了 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 你这是背叛民族 对吧 肯定会有人这么讲 对吧 那你这个就不就是中共国给你留下思想包包 这56个民族也是能发明出来的 又不是说天生自带 那中国古代过去哪有时候56个民族 你必须要这个摒弃这个中共国 他给你留下这种思想残余 也可以说是 你才有可能去这个接受这个认知 然后第六点呢 就说我们要重点啊 要去看哪些跟自己是相关的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啊 是为了我们其实是尊重每个个人 那既然你要尊重每个人 你就必须 我们会留下很多信息 但是有哪些信息是给你看的 和不是给你看的 这个东西是有区别的 我们没有必要说啊 这个明明是给一个人 对吧 是给一个勇士 那他肯定有这个能力去拍这个 拍这个青岛港的这个 俄罗斯这个海型基地 对吧 那他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做 那就是他去做 你不要说什么 你连那个翻个墙都不会 然后你就去了 那不就送死吗 对吧 这就就得不偿设 或者比如说 有些人比如说路德 比如说有些一个投资理念 对吧 那他是因为有些人 他有这个财力去做 如果你没这个财力呢 那现在呢 就要积攒这个实力 然后呢 等到未来以后 然后等中共灭了以后 对吧 再想办法去发财 没有必要说 比如说路德哪天 说了一个什么东西 你也去投资了 你可能就那么点钱 还借钱去 对吧 比如投了哪个股票 那万一亏了呢 对吧 那这个 而且这个东西 也是有概率的嘛 所以说没有 重点要去看 哪些跟自己有相关 哪些对自己有益处 就比如说 如果就像119的时候 您正好要去武汉 对吧 那你不去了 那就是 这个事情 这个信息就对你来说 就是无价之宝 最后一点 再强调一遍 就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千万不要因为什么 你跟一个路德社 对吧 一个人在网上讨论说 因为这个人 你觉得他职业不如你 你就说 哎呀 你看你这个香 香巴佬 对吧 你怎么找你是对 没有必要 这个事情呢 这个事情 大家都是平等的 对吧 只要大家目的是一致的 没有任何这个种族肤色 以及这个民族的这个限制 好 那我们现在再谈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现在的这个认知战呢 已经到了哪些阶段了 我们现在 为什么我现在突然来讲这个事情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认知战 其实才打了一个开始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路德社 都已经做了四五年了 这观众可能也很多了 对吧 但其实真正加入和天天关注路德社人 不是特别多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念 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路德 就是威严总的 其实我觉得也蛮奇怪的 对吧 你说路德19说对了 你说他蒙的 对吧 好 等到下一次 他又说的 你又说是蒙的 威严耸听 然后呢 结果呢 我就遇到一个人 遇到一个人是什么 他中国国每年来 这个日本和美国旅游 然后呢 他出来一次就说 啊 路德让我豁然开朗 结果回去了 又忘了 觉得 你看这路德 又是威严耸听 你看我们中国不挺好的吗 然后等到被 被那个 被那个封缠了一次 又说 果然还是路德说对 然后我们出国旅游 继续听路德 然后突然回去 都觉得路德是威严耸听了 我不明白是为什么 但是呢 我只说这个事情是存在的 那现在呢 我们还是处于这个三战时 三战的时期啊 认知战一个对抗阶段 对抗阶段是什么呢 对抗呢 过去中共国 留给我们的无知 又也是对抗 现在中俄 他不停的知道假信息 给我们知道 这个错误的认知 我们现在同时要对抗 这两者力量 那未来 未来阶段是什么呢 我们争取是能够在 认知战的持续线 什么呢 认知战持续线 就说好 反应这场对抗了 但是呢 我们最终要普及 这个认知战 那这个是需要 一定是人接 这个时候的 那估计是在 第四天快来的时候 或者是 三战快结束的时候 估计就是这个阶段 然后最后的第四天呢 就是说 我们要通过这个认知战 全面去读中共国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个政权的倒台啊 其实并不是说 是代表 所完全的民心所向 我们如果说中共 如果我们现在的中共国啊 其实是有50%左右 或者比如说48%到47%左右的人 可能内心是认同习的 原因为什么呢 因为习在过去的 这个所有的政策当中啊 它是优惠的农村人的 那中共国我们都知道 它的问题主要在农村人口比较多 所以说呢 这个历史上啊 中共国所有的这个 中国它所有的历史啊 都是跟着农民的胜利来的 那这就有个问题啊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普及 去读这中国 肯定会有人说了 资本主义来不好 我们这个农民 可能这个医保变少了啊 或者说比如说 肯定会有得罪一些人啊 或者最典型的一帮人 你比如说 有些人是体制内的 他这个医疗保险和劳保 他没有体制 他身上没有习时代好 那该怎么去 面对这个问题 对吧 那我们都需要 全面的去去读中共国 就要去跟他讲啊 这个事情是怎么那么回事 或者比如说 有些人对吧 他拿的是 清华北大这个学位 他本来在这个 中共国的这个体制啊 觉得高人一等 但现在不好意思 那个就比如说 中共国推翻了 可能清华北大南大 这个大 他们比如说平等的 那在这种时候 应该去如何调节 自己的心态对吧 应该如何的去面对 一个更为公平的社会和竞争 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对于这个事情 我相信林女士 您有什么看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台湾啊 其实尊正从这个光明到现在 也就从 从这个国民党开始 可以选举开始 也就八几年 八十年开始 就是你们是怎么去经历这些 从黑暗的时代 转到这个光明时代 你们是怎么经历的 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过程 其实有其他的嘉宾 也有分享过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实我会觉得说 就是从教育 从不管各个层面的市场 或者是家庭 社区邻里 或者是一些 你觉得不起眼的一个 小团体的教育 其实慢慢的都会去影响到 每个人内心的那种自觉 为了自由跟公平创意的这种 思维方式去做前进 我觉得这个都是 最基本的还是底层思维 去做一个良性的转化 这个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那种 国际上面对于整个 科技的跟那种 这些哲学分析的 良善的方向 跟为什么需要有这些国际法 跟自由开放 人权的这种观念 人人平等的观念 都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是要建立在 不同的层界 不同的各处 就像有的会从幼稚园 或者是更小的时候 就开始去建立 小孩子的这种 逻辑思维能力一样 我觉得敢问 然后敢对反问 然后可以去做交流 分享的这种自由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都是要从小 就去扎根的 小兹西先生 谢谢 好 今天的这个节目 是主要给一些 刚听路德社的 或者说过去 听路德社 可能还是有点懵懂的人 一些启发 对吧 那主要是因为 为什么 我专门做这个节目 因为路德 他说的事情 每天都很重要 不可能说专门还跟你抽个时间 来讲这个 应该如何听路德社 路德社到底怎么听 因为可能因为路德 他可能觉得这个事情 是理所当然 对吧 但是因为呢 毕竟我跟林女士 都是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人 所以呢 说我们知道 就肯定很多人 刚开始也并不是特别懂 到底路德想跟我们说什么 然后呢 我们应该是如何去解读 那也希望大家呢 能够积极的帮我们去宣传 尤其是比如说 可以给大家讲 你看这个有人 有人说了 对吧 有一个人是如何从一个 政治小白 然后到最后谁懂的 对吧 有一个嘉宾 对吧 刚开始其实也很傻 对吧 那他后面也慢慢懂了 就可以大家去做一个宣传 然后呢 让更多的人来听这个节目 然后呢 给大家看这个节目以后呢 大家可以更加 更加清晰的了解 路德社到底说了什么 好 谢谢大家的这个分享 欢迎大家积极加入 路德社节目 也感谢林女士的精彩分享 谢谢